数学是许多华人学生的强项 但是许多家长通常不会鼓励孩子 在上大学的时候选择数学系 甚至认为选数学主修 可能会赚不够 吃不饱 那么数学专业 真的就在就业市场的机会不多吗 我们今天请到了 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两位律师 为大家来解释 学数学的专业的就业领域 究竟在哪里 欢迎两位 老师好 夏律师你好 那其实选数学 数学通常我们都觉得 好像只是一个技巧 你觉得数学毕业 数学系毕业 是不是叫当老师 对 通常以前都是觉得 就是当老师 那父母亲会比较担心一点 你学了数学之后能做什么 对 我们通常就有一个问题 很多疑问就是 在南加州的高中 那种Calculus class 都是亚洲学生在 都是黑头发 黑头发 但是在大学 很小亚裔都修这个数学 就不多就对了 对 为什么呢 所以大家看到数学就是退三步 不鼓励吧 可能因为就觉得说 不鼓励 不了解 无知 就错过了很多机会 是吗 其实我们觉得数学是很好的专业 因为我们是辅导学上进了名校 还有找一个主修 fit他们的长项 Karere coach 所以这个我们的除了帮助我们的学生们 申请大学之外 你也在他们就业方面也是在旁边 辅导他们的这个教练 其实你帮他们看得很远 对 比方说新移民 也许只来读高中 他们理工就很强了 对 非常强 对 那他们数学 应该就要读数学 绝对不应该读文学吧 然后父母又觉得说 数学又要当老师 那我来领博 所以你要怎么样说服他们呢 我们用那个fax 那个工作说服他们 那如果理工好的话 你有什么工作等级太多了 那金融是赚多少钱的 如果理工好的话 你可以去华尔街分析股票 数学 特别是数学 所以分析师 这些分析师其实数理背景是最好的 最好是那个数理背景 他们只选物理或是数学 不选一般的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商科的反而不选 商科的不够深 不够深入 那所以如果是新移民的话 他们比如说九年级才来的话 他们带来的是什么 数学好 是 那但是申请大学的时候 又害怕数学好 又不敢选数学科 那如果你只选那个商科的话 你跟很多人很紧张 没错 数学跟物理 很多学校是大概5%的人收而已 所以是一个算冷门的 冷门的 但是又适合比方说新移民 或是我们亚裔的子弟 数学很好 拜托我们从小数学好到大好不好 这是国民学科 没有好像普遍来讲 大家觉得数学是一个本来就要 基本的一个技巧 可是来到美国之后发现说 我们数学的这个程度 比美国的学生高很多 对比方说数学 你读完本科的话 如果你真的去供华学赚大钱 你可以读叫一个 金融学科 那个是中学科 那个是有 Stanford Cornell MIT 名校才有 读两年 但是一出来呢 哇 那个回报率太高了 50万人的开始薪金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去投行 你如果是数学好的话 你就可以去投行做事 那investment banking的话 事实上呢 你如果是数学好 然后你又长着我们这个脸孔 然后呢 你又会说亚洲的精通一国语言的话 那大家爱死你了 所以这个行业 其实几乎是为我们的新移民量身打造 是的 对 所以如果真的你数理有料的话 其实我们建议读数学或是物理 不建议你读这个工程 也不建议你读商科 商学院 是 这倒是一个蛮 对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那个工程师 第一太竞争了 商科也太竞争了 如果你真的有材有料 那个物理或是数学 你会很轻松读 又出来 那个报酬率又高 投报率很高 这个我们上次 没错 去华尔街的投报率是最高的 你如果是数学本科毕业的话 你如果在大学三年好好 就是三个夏天好好地应用这种 internship的话 像我们有一些小孩子 他已经是准备 已经拿到工作了 华尔街的工作了 所以这就好好plan你这三年 所以我们问你就是希望帮助我们华人 你的优势是什么 找出你的unique selling point 我们辅导 每个人一对一 帮助他 手牵手 帮助他 找他 不要怕 帮他们进了名校 而且选他的correct major 而且这个不只是在我们申请大学 是赢在终点 而且是赢在人生的起跑点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 把这个申请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没有错 但是进了学校 完成学业之后 你出来才真的是人生的起跑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看得更长远 把这个目标放得更远的话 做一个长期的这个投资报酬率的一个规划的话 其实对于你将来的路途来说会更顺遂 所以重点就是说要发挥自己的亮点 unique selling point 要发挥自己的亮点 讲得非常的好 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用另外一个角度 其实这些一些角度 一些迷思 有时候是需要大家来要提醒的 要被提醒的 我们才看得到 不过我们等一下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来提醒大家在税务方面 我们有什么样子的 没错有什么样的重点呢 是大家应该要知道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马上回来